牧师,掌持们,SCC,众弟兄姐妹,朋友,大家煮热平安 Madeka 刚过的国庆日是纪念我国独立了64年 Akan kekal menjadi sebuah negara demokrasi yang merdeka dan yang berdolat serta berdasarkan kepada kebebasan dan keadilan dan mengekalkan keamanan di antara segala dalam bangsa Merdeka! Merdeka! 这整个月我国都在欢庆马来西亚日 Hari Malaysia 到处都可以看到Jalo Gamilang 我国的国旗在四处飞扬 你家有在挂吗? 一些为了爱国精神 在住家、商场、私人或企业办公楼 甚至驾驶车辆 它都在挂满了国旗 看来也少不了抖音TikTok的风气 今年和去年的国庆 你觉得有差别吗? 除了疫情确诊的指数飙升以外 政治的动荡 哪家真的人民的不安 马来西亚万岁 万万岁 是万万的数字 相信你我的心情一定都会被这事影响 在2018年改朝换代的时候 我们以为一听都共赛 马来西亚有希望了 六十年执政的终于倒台了 耶 最后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国民从海外迁移回到自己的原生地 当时真的以为这一次回来能把资源专长贡献给他们所敬爱的祖国 但很不可思议的就是 执政两年的西盟 竟然可以被后门进廊的联盟闯进来政权 我们投一次票 得了三个不一样的政府 这也让我们国家元首很不得空 很困扰 最近也有读到报导 大马60%的人想移民到国外 是否你是其中一位? 整体来看 我国目前的光景就好像一台车 进入了一个又一个黑暗的隧道 除了种族歧视 加上双重标准 没正义的宪法 滥权贪污的泛滥 无法无天的行为 就如黑暗乌云遮渊整个国家 何时能够看到曙光 何时能视线马来西亚的红颜 我们的希望 我们身为基督徒能够做的 就是为国家守望 带导 祈求愿神的国领导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 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其实在31号的那一天 不只是我们在庆祝 同一日 另外几千里 有一个国家也在庆祝 这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他们在欢庆 美军撤离他们的国家 20年前 因为911的事件 美国和联军都占领了这个国家 把执政的塔利班政府打下台 美国就答应会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恢复人民自由 把希望带给阿富汗人民 但20年后 就这样匆忙的撤离 导致无数人民的受苦 一场困乱 这国家又倒回绝望 黑暗灵头的光景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光明之子 Children of Light 我们来看看几处的经文 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啊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陷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耀 Isaiah chapter 61 to 3 Arise, shine,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See, darkness covers the earth And the thick darkness is over the peoples But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And his glory appears over you Nations will come to your light And kings to the brightness of your dawn 弟兄姐妹朋友 从刚才所读的经文 我要跟你们分享三个点 如何在面对黑暗 这恶性循环的光景 环境 能得着帮助 解脱 甚至克服及得胜 Overcoming the richest cycle of darkness in our lives 第一点就是被主的光照耀 Be the receiver of his light 我们是相信上帝 也是接受他名的人 就有了恩典 成为光明之子 当耶和华的荣耀和他的光 发现照耀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兴起发光 这里所说的黑暗 除了目前世界在面对这疫情 还有多国政治的动荡 国攻打国 民 攻打民 之间的斗争 这也包括了我们自己 个人 在面对的挑战 就像黑暗遮盖了大地 使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 看不到解决的方案 冲击了我们的健康和经济 像幽暗遮盖万民 无数的人受亏损 甚至伤亡 看来你我都不例外 这黑暗可能是忧伤 失落 痛苦 亲人的离别 遭遇困苦 羞耻 或许个人所经历的有差 但每个人都不想在这里停留 你说是吗 但感谢赞美主 借着他 我们会见到熟光 在真言4章18-19告诉我们 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月照月明 直到日午 恶人的道好像晕暗 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is like the first gleam of dawn shining ever brighter to the full light of day But the way of the wicked is like deep darkness they do not know what makes them stumble 约翰福音一章五节 这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却没有胜过这光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has not overcome it 光能俱善一切的黑暗 也抵挡不了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但你们是属于蒙拣选的族类 君王的祭司体系 圣洁的国度 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为要使你们宣扬 成招呼你们的那一位的美德 他招呼你们出黑暗 入他奇妙的光明 1 Peter 2 9 But you are a chosen people a royal priesthood a holy nation God's special possession that you may declare the praises of him who call you our darkness into his wonderful light 弟兄姐妹 让我们选择行在光中 选择相信跟接受 成为光的受益人 那耶和华的荣耀和他的光 发现照耀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兴起发光 that 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us and we shall arise shine 我们是神卷选呼召的 是属于他的人 属神的子民 祭司亚伦的祝福 给于上帝的子民 在明书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愿耶和华赐富给您 保护您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Numbers 624-26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wards you and give you peace 在约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Then Jesus again spoke to them saying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He who follows me will not walk in darkness but will have a light of life 在黑暗世界里是没有生命的 有了主的光就有生命 黑暗灵头有时不由我们选择 但我们能够选择上帝 回应接受他 让我们的生命是被主的光照耀的 Be the receiver of his l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